夜里 赵氏就对苏三郎说起了这件事 弟妹在意的也有道理啊 不过一切 以大妞的意见为准吧 二爹 假如是你 你会答应吗 我不答应 洛川是苏玉芳不要的 许伯文又是为了苏玉芳 害苦了大妞 若是大妞和洛川在一起 难免就会一起比较 这在无形之中 会有很多压力 会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我也觉得是这样 不过 大妞要是和洛川真的成了 我会和弟妹一起 开导大妞的 这事不急 赵氏也点头 夫妻两人相拥而眠 而此时 隔壁的陈虎和前世 也在讨论这件事 陈虎在听前世说完 仔细想了想 二娘 洛川家中 无爹娘 这的确是有一些好处 至少咱们大妞不用担心 被婆母折磨 但你说的也在理 这人也不能保证自己身体一直好 这一点 我想着也不舒服 不过这事情 你明早抽空和大妞说说 看看她怎么想的 如果她不愿意 那咱们就拒了 咱们在镇上还不熟 等熟了 大妞二妞也会有人来问的 上回的事情就让大妞很受伤了 如果和洛川定下 那可能会一辈子受到影响 洛川是独子 那她肯定是想要多生孩子的 她在意女子身体健康 是不是因为这个 生一次孩子 就会伤一次身体 如果咱们大妞 没有生下儿子 洛川 是不是会不高兴 这些 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其实想着这些 我是不太想同意的 但还是和大妞说一声 看看她的看法吧 前世点头 陈虎说的这些 她也在担忧着 孩儿爹 那我明早和大妞说一声 我也把这些都告诉大妞 看看她是怎么想的 好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睡吧 第二天一早 前世就抽空和陈大妞说了 陈大妞安静地听着 她顿时有些心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妞 娘和那没人说过了 考虑两天 你也不用急 慢慢想 说完 前世就出门了 陈大妞也在干活的时候 把事情说给了苏晓菱和陈二妞 苏晓菱在隔壁练剑 她倒不是偷听 这一次真的是个意外 听见了 就收了剑 就地而坐 练内功 顺便听听隔壁院子 自家姐姐和陈大妞 陈二妞聊天 陈大妞到底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呢 陈二妞等陈大妞说完才开口 大姐 还是拒了吧 不然其他人一辈子都会拿你和苏玉芳比较 只要洛川当得官没有许伯文高 那在别人眼里 洛川再好都比不得许伯文 都是低了许伯文的 一针见血 陈二妞不想自己姐姐 一辈子活在苏玉芳的阴影中 或许 洛川也不错 她也是无辜的 但她和自家姐姐在一起 就是会被人一起比较 大妞 我的想法和二妞是一样的 而且叔叔婶婶的担忧也有道理 洛川有好处 可也不仅是好处 也有坏处的 其实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才不想和苏玉芳比较 晚上爹娘回来 我就和他们说 我这辈子 也不想和苏玉芳 扯上任何关系 苏小璐听着 也放心了 陈大妞这样选 也是好的